皇贵妃娘娘有事吩咐 今日是皇上的万寿节 本宫做了些皇上素日爱吃的点心 给皇上喝寿 还想烦请嬷嬷送到寿宴中去 娘娘 您在禁足啊 照规矩 易坤宫的人与物 只准进不准出啊 本宫知道规矩如此 只是今日是皇上的万寿节 皇上与本宫相伴十素年 要不表表心意 好像也不合理数 或会令皇上不悦 可是 本宫知道贸然让嬷嬷送东西出去 是难为嬷嬷了 奴婢倒没什么 只是即使奴婢送过去了 皇上那边收不收也不一定呢 收不收在皇上 送不送是本宫的心意 不然嬷嬷不用送入寿宴中 交给于飞便好 既然这样 那奴婢就交给于飞安排了 多谢嬷嬷 来人 认真 不如本宫来使吧 皇上夫妻 将爹感觉此次 贸願子 皇上 可侯 皇上 さら山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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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放心 奴婢一定交到于妃手上 太后皇上驾到 太后万安 皇上万安 都坐下吧 谢太后 皇帝啊 今天是你的万寿节 纵有旁的烦心事都放一放 咱们好好乐一乐 好 皇娘 那即刻开席吧 皇娘 儿子敬您一杯 祝您身体康健 万寿无疆 皇帝 舒心畅饮 还真是好看 王嫻 皇上500年 尸凤三 老些cape 还真是好看 祝皇上 福遂安康 万寿无疆 贾贵妃 你有着身子 要仔细一点 额贝妃娘娘 起来吧 这是皇贵妃娘娘 为皇上背的受礼 是皇贵妃娘娘 让您交给本宫的 是 是皇贵妃娘娘 亲手为皇上做的点心 说是让奴婢交给您 您看过之后 没有什么不妥 看着安排 有劳嬷嬷了 叶欣 奴婢告退 皇贵妃娘娘还在禁足 也真是难为她一番心意了 秦笛携相奏 桃李孝迎春 主儿 这不妥吧 这是给皇上的 瘦 瘦 主儿 去找林侍卫来 喳 皇帝 哀家知道你烦心什么 安华殿的法师是修行之人 不易轻易进度 以免失了尊敬之心 若是真有人有恶性 那也只是一人修为不足 不干其他人的事情 臣妾明白太后的意思 如今臣妾协理六宫 安华殿一切供应如旧 只是为防嫌隙 臣妾家派人看守 不许嫔妃与宫人们再出入了 拘禁慎行司受拷问的 也只有索心 及那夜寻守实道证据的那几个侍卫 事情不要搞得太大 臣妾会提醒慎行司的 哀家和皇帝说几句话 你一个劲地插什么嘴呀 臣妾知道了 祖宫人们再在此 来 这点 我开启 一聊 说我 我这个生命 我这个生命 我最高的生命 你 你会有什么生命 我平生了 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若是办不好 那可是会掉脑袋的 会不会太大胆 可行吗 其实我也没把握 但是现如今 皇贵妃被禁足 索性又被关在慎刑寺里面 想要救助他们 必须要冒点封信 而且这件事情 于妃娘娘和我都不方便 所以 还得劳烦李公公 好 好 为了索性和皇贵妃娘娘 我一定去办 一会儿我找个法子溜出去 你给于妃娘娘传个话 在我回来之前千万托住皇上 别让皇上回养心殿 知道了 知道了 家贵妃啊 这荒谷舞确实不错 你有心了 臣妾谢皇上 皇帝啊 我看你今儿个喝得不少 别喝得太醉了 是 哀家不胜酒力 先回宫了 恭送丹封母 皇上 皇上 太后的酒喝得有些醉了 奴才去送送太后吧 今儿喝得是有点晕 李玉 我看今儿皇帝喝得也不少 是 今儿皇上高兴 喝得是比往常多了些 你赶紧去陪皇帝吧 哀家没事 喳 好 诸位 朕乏了 先回养心殿了 你们各自尽兴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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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舞才跳了一半 您要是走了 这万寿大宴可如何是好啊 李玉呢 回皇上 李公去送太后了 还未回呢 皇上 您有些微醺了 还是休息一下再回去吧 皇阿玛 请您看完歌舞再走吧 好让儿臣多陪陪您尽点孝道 皇阿玛 您的万寿欢喜 还是让儿臣再敬您一杯吧 皇上 臣妾准备了好些点心 都还没上呢 您好歹尝一口再走啊 那好吧 皇上 皇上 您尝尝那个肉丝松饼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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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玛 儿臣记得您最爱吃 咸鹅娘做的白玉双方糕了 罪人做的点心 想来皇上也是不想吃的 永成 还不快来敬你皇阿玛一杯酒 皇阿玛 罢了 朕不喝了 你们自便吧 这些回养秦殿了 恭送皇上 我这边 好 停轿 请皇上万安 令鬼 皇上 臣妾无意冒犯 但臣妾有话要禀告皇上 这个淋浴车 不是让它拖住皇上吗 这 皇上 这回来了 皇贵妃冤屈 还请皇上明察 皇贵妃不是那样的人 请您还她一个公道 你要贵妃回去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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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后 别开 来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送太后回去了吗 回 回皇上话 怒才送完太后 想着皇上喝得微醉 怕夜风着凉 就说回来拿条钙毯给您送过去 皇上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您怎么就回来了 皇上 您看的这是 皇贵妃给朕送来贺寿的点心 这寿子